欢迎回来 下面继续看我们接下来的图形化的练习 这一节我们看的是一个简单的loading动画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让背景简单的变化非常的漂亮 当然结束的时候也会有简单的这种碎片 我们看一下这种碎片 你可以去用粒子效果去做 也可以用AE非常简单的效果去做 所以这个动画在做的时候 重点是这些点线怎么样去做 其实我们掌握了图形动画的一些合成 一些核心元素用法之后 方法都是大同小异 这边还是新建一个背景 那背景我们还是稍微的改一下颜色 我们要改一个比较暗的一种颜色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蓝色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绿色确定 有了颜色之后 我们就要上边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基础图形就是圆形 那你可以去新建 也可以说在这边选择椭圆 首先呢去绘画一下 图形化之后 我们先把颜色呢改成白色确定 展开一下它的椭圆设置 椭圆路径 那么大小呢 我们稍微调一下 我们不需要太大 所以我们调到30左右 我们调到30左右之后呢 这个位置稍微的调一调 可以往上或者是往下 那么一定呢要把它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往上一点先把它放到中间往上一点的位置 那这个是我们看一下目前在中心的这个位置 点击下空白处取消选择 这是目前初始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需要填充的 我们只需要描边颜色 所以描边我们在这边选择白色 修改成八个像素 填充点击一下 关掉确定 这样呢 看到这样一个圈已经生成 那这个圈生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呢 把它去做这种旋转的动画 旋转的动画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 回到我们的合成 那旋转动画非常容易 选择这个内容 我们去加一个中继器 中继器用的频率是最多的 加之后展开 副本呢 我们目前大概需要是多少份 先看一下 首先先把中继器的这个位置 默认是100改成0 要不然我们看不到它的这个位置 改成0之后 我们需要呢 去旋转 那这个旋转 我们让图形自身去做一下旋转 展开椭圆 椭圆自身的变换 我们把这个旋转 调到旋转调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旋转 我们调到一倍的180 这样的 让它度数更高一点 然后回到中继器 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份数 我们调到十份 位置呢 目前是0 那么这边我们也是没有设置好 这个关键帧 所以没有出现这个动画 椭圆自身的这个变换 我们刚刚设置了这个旋转的角度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加一下关键帧 那起点的时候呢 一定要恢复 我们让它产生这个旋转 那这个时候看一下 旋转动画呢 已经生成 基本上呢 一圈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回到这个中继器自身 中继器自身呢 我们再把这个旋转追加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点 那我们就调到8个或者是15个左右 可以看一下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那旋转调到0的这个参数开始 0 然后逐渐运动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半左右 我们让它出现15 然后继续运动 那最终呢 回到0 这个动画结束 不要忘记选中我们的关键帧 去右键辅助 加一下缓动 然后这时候 马仕图呢调到合适大小 适合大小看一下 要注意这个运动轨迹 如果有问题的话 需要呢及时调整 我们也看到呢 这边在运动的时候 有一定的偏移 其实这个错误呢 也是经常会犯的 那么在它自身的这个椭圆属性中 我们这个位置呢 调整过 我们把它恢复到0 这个时候它是在中心为准 因为本身呢 我们也知道在形状中 它自身在这个图中有路径 路径中有xy 有这个位置 它可以控制图形自己运动的这个轨迹 我们在这呢 控制好它的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呢 我们自己来定 这个我们调到一个调整外 也就是说 它在中心还是四周 远离还是前进 这样的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这边呢 它自己的这个变换中 xy呢 也是改成0 如果你这里也调的话 肯定会有一定的动画偏移 所以这边呢 一定确保是0 就是我们这个动画呢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是我们想要的第一步结果 然后我们继续展开形状 去复制一下中间的元素 我们这边呢 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图层 最大化看一下 那么这个中继器 它和上边整个椭圆是一个变组 我们选择这个椭圆 Ctrl D复制一下 那么复制着这个椭圆展开一下 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 因为我们是两个相同的图形 这边我们把它的描边关闭 开启一下填充 填充的话 颜色呢 我们给它改一个黄色 这时候看到了中间的圆点 然后我们去缩放一下 这是椭圆一 展开它的路径 这边展开它的变换 变换中可以去缩放一下比例 这个比例你会看到它会影响整体的比例 它是从中心到四周开始缩放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呢修改上边的这个比例 椭圆大小 调整这个参数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中间图形的一个变化 这时候我们这个圆圈呢就建立完成 然后我们去划后边的这些线段 这边开到前面 我们再看一下 那确保呢一定要选择显示出我们这个图形 然后预览一下上边的这些点 其实相信这个点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了 回到合成中 我们只要呢再画一个圆形 椭圆去画一个圆形 那不管圆形的大小 我们先简单的画出来 然后这边去移动一下 这个圆形就放在它的这个点的中心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是圆形 展开圆形之后 简单的把填充关掉 只要描边 那么描边的话 我们稍微的大一点 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描的很粗的话 比如说描到45 或者描到50 48这样子 那这个圆形我们看到是非常粗的 稍微移动一下 然后你如果说给它增加虚线 我们来看一下下边这个虚线的设定 增加虚线就会出现这个线段 其实这是一种方法 你也可以呢 直接去画一个这种线段 然后去旋转 这个呢在前面的章节 我们已经演示过 所以这边介绍一下这种方式 增加虚线之后 我们看一下 虚线可以是10个或者是8个 更细更多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了虚线之后 通过修剪路径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动画了 那这边还是呢 去选择这个椭圆 添加修剪路径 修剪路径的话 还是按照之前设定的关键帧 开始的位置 全部不显示 然后移动一段时间 我们先看一下 开始的时候 是100 然后移动一段时间 调到0 它就会全部显示出来 然后这边也是相同 那么结束 开启关键帧 一直到动画结束 让它变成0 同样选择关键帧 去加一下缓动 然后看一下 基本上呢 保持动画的一个连贯性 移动一下位置 大概看一下 有了这个第一个线段之后 我们还想要一些随机感 或者说加第二个线段 还有中间的内圈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椭圆1 我们选中它 Ctrl D 复制一下 苹果的话是Cmd D 复制一下 那么复制的这个椭圆 展开一下它的变换参数 这边不是修剪路径 是它的变换 变换之后 我们稍微缩放一点 往中间放一点 稍微旋转一点 增加一点随机性 然后你还可以说 再打开它的关键帧 关键帧也移动一下 因为关键帧目前 我们看都是一样的 所以选中椭圆1 锁圆2 按下U键 显示住所的关键帧 那么这个帧 我们让它稍微的 偏移一点 或者错位一点 这时候呢 后边两个图形呢 它的随机感 就会更多一点 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 其实这一段做好之后 基本上我们这个动画呢 就已经建立完成 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形 和目前看到的是 完全一致的 那最后呢 还会由我们这个 撞击出现的 这个漂亮的这种碎片 这边可以看一下 两个图形的核心元素 已经建立完成 剩下就是说 调时间线上的这个时间 还有它的关键帧的位置 这边再把视图放大一点 当这个动画完成之后 我们也看到这个点 它并没有说马上消失 怎么样去把它消失掉 首先找到我们这个图形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图形 展开 这边的分两个范围 我们也知道 图形2是它的核心元素 那么图形2中可以看一下 它展开它的描边 这个是描边 那描边的话 展开它的参数 你可以看一下 描边的宽度 加一个关键帧 移动一下 让它逐渐的变到零 这个描边就会逐渐消失 去加一下缓动 那描边看到逐渐消失之后 中间这个圆点 其实相同的方法 我们在上边呢 去找到椭圆1 椭圆1的话展开 那么它是填充 填充的话 可以调不透明度 然后从100到0 逐渐消失 那这样的这个图形呢 它就完全消失了 可以看一下 这边再把帧数调近一点 两个图形就完全消失了 这个时候就符合 我们要的这个动画效果 非常有趣的一个落定动画 最后呢 这个圆点破碎的话 我们就找到它的图形 去加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是AE内置的CC效果 选择CC 我们这个像素化的这个效果 我们双击追加这个效果之后 自己呢 随机化去设置一下中间的这个内容 包括这个类型 都可以看一下 它对这个图形进行打碎的这种处理 包括我们还有它的这种强度化的设定 包括这边还有这个重力 是向下还是向上 进行一定的飘移 然后这边还有它的这种随机化的设定 还有这个速度随机化的设定 加上中间这种间距 所以我们自己呢 去控制这个参数 尝试呢 去设定非常另类的显示效果 下面还有这个时间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不会看到这个破碎的效果 当然这个时间呢 最终也可以呢 去设关键帧 去完成这种非常漂亮的破碎 所以最终呢 我们通过所有的演示 去完成了这个落定的动画 另外再说一下这个背景演变 那背景演变 实质上呢 只要通过调整 找到我们这个背景 可以看一下 按下U键 通过我们这个颜色 可以看一下 这边加着这个颜色 这边可以看一下 颜色它则是纯色 纯色开启了关键帧之后 就可以呢 在这边去设置 你修改颜色之后 它会自动的进行过渡和渐变 可以用到这个厂 并且是三个颜色 所以我们的项目 是一种颜色的 好多的 是一种颜色的 最终有颜色的 然后我们的颜色 以一种颜色的